今天我跟两个朋友来看项目 这是任总跟胡同 任总打个招呼 这是韩国人建的厂房 这里面模样干呀 这里是一个仓库 这个老板找到我们 希望我们给他改造成商场 我这两个朋友现在正在讨论 是做成商场呢 还是做成批发 还是做成餐饮娱乐 中奖怎么打个电话 我不错 不错 大家觉得这个地方适合做什么好呢 你刚刚做建的家居 做起录就拿不下 起录就拿个垒 不过有话 这个具体他就不拿 他说的就是 运动吧 对 这还有一个 这里天凯家居 他那个星辰 你看一下 星辰就在这旁边 住在这里到汉口上班 也不方便 方便 我们这里 你这里开车 也走长时间 好看完了 到这边来吃个饭 吃个饭 哈喽 今天是怎么呢 是多年的兄弟 有聚会 我买的也做什么呀 他都不点你 老人去玩吧 这我自己 你还跟老公在一起 这以后还多年了 你还跟老公在一起的 他还好跟你的人 吃菜吃菜 这是肥肠这边的特色菜 有锅的时候不会磕到我头上来 他们保证 锅不会磕到我头上去 然后要跟你说 举几个实行 来举几个实行 这个是这里的特色 牛肉炒 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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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吧是 只有五万人 老人新代的 就是一个碗的菜 就是水里长的意思 我知道 这个我跟小肥说 小肥是同意勾下去的 他准备把马可拿进去 都可以 一定要做人负责 要不然你下面没给他要的 类似于笋子 笋子 嗯 一个草一个高 一个草一个高 那不是念蒿吗 灯是你 对 蒿吧 就是立马就亮了 在这说完的话都说出来 是吧 说了呗 好 武汉吃花椒就不一样 口味比较重 是吧 来 过来 你要是细心慢着还没观察 因为我跟老郑两个人搞了两个月了 就行 过瘾了 过瘾了 好 这花椒的好 吃一吃一碗 总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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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还是要参与一切 我们是今生的喝酒 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星期六 小泽也到武汉了 今天我们带小泽去看一下 涨水之后的长江 他昨天特别好奇 是涨到哪里了呀 今天我们要带小泽一看究竟 我一点头发好奇 看 你看沿江大道的这个口子 去公园的口子 那个用沙包给堵起来了 这里已经被封起来了 已经不让进了 封告 我是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汉口江滩及时起 封堵本闸口 闸口已经封闭了 已经不让到江滩上去玩了 没闸口 今天早上封的是吧 早上一封闸 现在只能隔着查门看江边了 还有三部楼梯 看一看我 三部楼梯 看一看我 那树都沿了 三部楼梯 找到这里来了 你看树都沿了 看到没 我们那时候还在这里看 刚才工作人员说 闸口是今天早上封闭的 也就是说汉口江滩已经被关闭了 已经不能在水边去看水玩水了 我们小泽还拿了一个水枪 小泽 把你的水枪给朋友们看一下 他玩不成水 他也不开心 当然了 嗨 参口江滩关闭了 现在我们去武昌那边看一下 你们干嘛呀 他说他太热了 他要吃个冰棒 然后吃一个吧 小泽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 就是在山里头撒的花 有点不好吃 然后还挺美味的 为什么会有颗粒啊 像这样的口子 现在都已经堆上了沙袋 这里的口子也搭起了就在帐篷 入口雷了很多沙袋 看现在江滩全部封闭了 看这一家三口想去进去 被工作人员劝阻了 不让进去 证明水位真的是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程度了 也淹了 是的 你看把柳树都淹了 把那五台也给淹了 嗯 这水里有个沙鱼啊 这水里面有长江大白沙 现在我们又来到武昌这边 因为这边不是公园性质的 所以好像就没有围起来 哇 跟我前天来水长得好高了 对啊 前天来前面有水的地方还是还没有水的 现在都有水了 我要下河摸鱼 哈哈哈哈 你还下河周边了 我前天还可以从这里走过去 今天完全不行了 走到那里去 嗯 那边还有两个人钓鱼 今天完全就不行了 挖挖水 水好冰冷啊 小小的来 水箱给我 我现在去标尺那里看一下 哎呀 反正今天没有数成台阶 还是有点不舒服 不爽 这个位置还是有很多人钓鱼 但是水已经找到这个地方来了 已经看不清楚标尺的数字了 所以一会儿我去找个人问一下 现在水位涨到多少了 给大家看一下水位跟马路的关系啊 这边是水位 这边是马路 然后我是站在地基上面的 我现在站到了一块水中的石头上面 现在他们俩正在走过来 哎 你们过来呀 你们过来呀 他不敢过来 胆子太小了吧 这是岸边的公园 以前在很高位置的椅子 现在被水泡了 啊 有很多很多的小鱼 他看不见 他急得不得了 他看不见 嗯 你看见了没 看到了呀 好多好多鱼 因为这鱼长大了之后 有好多好多鱼资源啊 看到没 看看 这是我的手指 看到没 看不见了 两个 终于看见了 这多的狠 不提马黑的那只鱼啊 看又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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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爸爸指导我这里 看到没 看见没 这 这这这这这 我们又来到了中华路码头这里 就是汉阳门这里 这个出入口可能是防洪吧 现在在用泥巴封堵 轮渡的棧桥就是我上次坐过的 这是进出口 进出口的廊道也是 因为已经超过它的福利范围了 上次不说水涨船高吗 它已经不能再涨了 所以它就被水淹起来了 这个台阶已经不让上了 防汛期间严禁进出 这是个码头 也已经用这种专业的防水板封起来了 这里就是有台阶的位置 也被封堵起来了 这种防水板都是金属的啊 然后旁边有这种橡胶蜜蜂 好高了 真的好高了 一节两节三节四节五节六节七节八节九节十节十一节 这里的台阶还有十一节 我们来看一下跟路面的关系吧 一路面真的很近很近了 这边就是皇后楼山上 刚才我们看到工作人员的牌子上面写着 28米36 已经是非常高的水位了 但是我有一种预感 这应当是最高水位 之后水位就会慢慢的下降 反正我是这样感觉的啊 我们持续关注吧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拜拜